孔子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嘛去了 你们是怎么对孔子的 我们中央电视台有一档节目 这个节目叫做点击里的中国 央视著名学者穿越去跟王阳明对话 去跟孔子对话 去跟老子对话 我看完以后感动得泪流满面 但是我同时我被气得是义愤填膺 早干嘛去了 孔子活着的时候你们干嘛去了 你们是怎么对孔子的 把孔子赶出鲁国 孔子带着弟子说好听点叫周朱列国 那说不好听那就叫颠沛流离 那叫雷雷如双亚之犬 任何一个国家全部赶孔子 杀孔子抓孔子 孔子到最后是他的弟子子路用死 守住了鲁国的国族 才换取他老师到最后能够回家讲课 所以我想告诉我们在座的各位 不是说这个人死了以后成为圣贤 我们去勉戒他 他活着的时候我们应该尊重他 天不生众尼 万古如长夜 孔夫子穷其一生 开创儒学 就在教导如何成为一个圣人 成圣之心 人间有之 我们每一个人活着都应该成为圣贤